哎呀,各位选手们好久不见,鱼头我想死你们啦! 怎么样,今晚的夏日庆典大家还看得开心吗? 鱼头我呀,现在正在夏日庆典的分会场,好多驾驶员都在这边,可热闹咯! 来来来,借此机会,我也来带着大家一起采访一下现场的驾驶员们,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想说的话。 奇奇娜选手你好,请问对于你马上要实装了的这件事,你有什么想法吗? 导播说我CD还没公开,不让我发出声音啊,好像是有这么回事,这不真是史诗级削弱啊,但我一定会把整个赛场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下一位下一位 哎呀,九重选手,请问对于即将到来的下个赛季,你有什么可以透露的吗? 下个赛季,那可就有的说到了,我回忆可是为这个赛季准备了好久呢,还有还有,你一定得去看看弗拉明哥的样子, 卫生的装扮截至空地了 嗯,还有呢,还有呢 其他的内容,可就天机不可泄露了 啊,好吧,那就下一位 请问这位机甲,要作为新机甲前往赛场了,你激动吗? 乔安娜小姐,决战平安金的联动非常成功呐,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吗? 呵呵,决战平安金联动确实很开心呐 说起来,现在是在直播吗?也就是说,选手们都在看吗? 是的,选手们都在屏幕里边看着哦 那我也给选手们透露一个小秘密 在这次联动之后,我们未来还会有更加精彩的二期联动 还请选手们倒是一定要来玩哦 好的,最后是雨童选手 诶,雨童人呢? 我听说之后还有个主题赛季,她和极光都会再次回归宇宙,遨游天际的呀 我还正想借此机会采访她 啊?你说雨童已经单的训练室一个月没出来了?这可不行啊,你们赶紧找她去 咳咳,不好意思啊,刚刚出了点小意外哈 总之,采访完了驾驶员们,雨童我就来套路一下 另一个选手们一直很关心的内容,PVE吧 来,往这边拍一点 虽然这只是个演示用的小秘密,只有非常简易的功能 但还是有不少东西值得展示的 今天啊,我就当一次鱼头导游 带选手们一起看看PVE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PVE里,我们是可以选择不同难度进行攻略的 鱼头我就先选个简单的吧 有了,大家快看,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机甲工厂 据说,这是基点战争时期的一个神秘机甲生产线 这里生产的都是什么样的机甲呢? 敌人出现了,看我用机甲把他们全部消灭掉了 打完一波敌人后,更多强大的敌人就会再次袭来 这是当然的啦,游戏就是要难度越打越高 这样才有挑战性嘛 来来来,把我的意大利炮拿来 开炮! 打完了最终的大boss,我们就能顺利进入下一张了 当然,现在这个仪器只能实现粗糙的模拟 具体的内容就等选手们后续亲自体验吧 看来我们是进入第二张了 不过现在第二张的内容还不是最终版本 我先给选手们看看这个章节的场景吧 第二张的场景风格和第一张迥然不同呢 看看这些神秘的紫色光芒 还有远处那架巨大的机甲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诶? 诶? 怎么没画面了? 导播说你长得太多了 给学生们多留点学面吧 啊? 好吧 虽然还有更好玩的东西没展示 那么剩下的内容就当是留给选手们的惊喜吧 等到今年十月 诶? 什么事啊? 蛤? 你说有机甲突然闯会场了? 不是自动都市的机甲 但看起来有点眼熟 在哪呢? 啊,我知道了 哎呀,他们可不是什么闯入会场的机甲 那是我特地请来参加庆典的朋友 他们可是特地从另一个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呢 虽然这些朋友们现在还不能在直播中露脸 但相信他们很快就能造访激动都市和大家见面了 当然,今年联动的内容还不止这些 嗯? 还有 请问现在这个就是夏日新顶直播吗? 吓我一跳 宇童你可算来了 刚刚采访都找不到你们 放心,抱歉 毕竟是专业对口的赛季 还是值得来说几句的 屏幕那边的选手们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精彩的赛季 嗯嗯,宇童选手说的没错 这个赛季中还会有神秘联动开启哦 至于联动方… 我的练习师等你们的 负重体能训练的器材和离心训练的机械都准备好了 好了好了,你别吓到选手们了 才没有这么可怕 激动都市没有边界 激动都市的你是无所不能的 不管你的梦想是遨游天际还是穿越时空 都能在这里实现 期待和选手们一起遨游宇宙的那天 哎呀,正值夏日庆典 今天能见到这么多选手 与他我一激动就多说了一些 那么我们把时间交给例子 继续我们的夏日庆典吧 希望激动都市的选手们 都能享受今晚的节目 与头我爱死你们啦